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高雄市长陈其迈日前 出席建筑典礼颁奖活动的时候 曾经向台南市长黄伟哲喊话说 明年高雄要跟台南PK 如果输一个奖项 就请对方吃碗肉燥饭 而现在又公开的校正说 高雄的肉燥饭比台南好吃 但是两地的肉燥饭到底差别在哪呢 高雄的店家说 相较台南高雄甜度减半 而台南的肉燥饭 则是添加了香菜还有胡椒粉 各有特色 台南肉燥饭普通而已啦 高雄比较好吃啦 谈到肉燥饭 陈其迈打算向台南市长黄伟哲 互拼输赢一番 公开跟黄伟哲市长校正 欢迎PK一下 吃吃饭蛋饮 黄伟哲也不遑多让 只是这肉燥饭之争 究竟是如何引爆战火的呢 原来全因为两人日前出席活动时 这意外打得赌 跟黄伟哲市长 我们再PK一下 谁输一个奖项 就输一碗滷肉饭 过去台南曾举办肉燥饭盛典 黄伟哲脸书更自称 台南肉燥饭最强 如今却遭踢管 尤其挑战者可来势汹汹 用秘方熬煮的肉燥 响喷喷 这里是高雄桥头肉燥饭名店 一大早客人就大排长容 店员根本停不下来 我们家肉燥饭是完全纯手工 而且我们使用的是绝对是台湾 纯种的猪肉 还有每天从市场拿回来的温体猪 这家是因为它也不是很油腻 实际比较台南跟高雄的肉燥饭 都使用五花肉下去卤 肥瘦比例店家各有所好 不过高雄口味是糖量减半 而台南肉燥饭则是添加香菜 各有特色 味道偏甜 然后还有这种香菜 烤香菜啊 烤香菜啊 烤瓜火酒粉啊 无论台南或高雄 都各有一票肉燥饭拥护者 而两地市长PK喊话 主要也希望观光客 有机会亲自来品尝 藉由高雄总报导